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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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透明材料的未来并不止于此 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 科学家们正在探索如何制造出隐形材料 是的 你没听错 隐形材料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穿上隐形斗篷 走在街上 别人根本看不见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 悄悄地享受一杯咖啡 或者偷偷地看邻居的晚餐 不过 隐形材料的研究还在初期阶段 距离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还有一段距离 毕竟 隐形斗篷的发明可能会引发一场隐形者的社会运动 大家都想要隐形 结果街上只剩下了透明的咖啡馆和隐形的邻居 总之 水晶之梦和超透明材料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无论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还是为科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这些材料都将成为我们未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都能在透明的世界中享受更加清晰的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纳米之五纳米材料的微观奇迹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又迷人的话题 纳米材料 想象一下 纳米材料就像是微观世界中的舞者 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奇迹 首先 什么是纳米材料呢 简单来说 纳米材料是指尺寸在一到一百纳米之间的材料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 想象一下 一个头发的直径大约是八万到十万纳米 而纳米材料的尺寸 就像是头发的微小分身 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存在 但它们的特性却是惊人的 纳米材料的舞蹈 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上 比如 金属在纳米尺度下 会展现出不同于宏观状态的性质 想象一下 金属在大舞台上是个沉稳的舞者 但在纳米舞台上 它却变得轻盈而灵动 展现出超导性 强度和导电性等奇特的特性 有趣的是 纳米材料的应用几乎无处不在 比如 纳米银被广泛用于抗菌涂层 想象一下 您的手机壳上 有一层隐形的银衣 让细菌无处遁形 而纳米碳管 则被誉为超级材料 它们的强度是钢铁的几倍 但却轻得像羽毛 真是让人忍不住想为它们鼓掌 当然 纳米材料的舞蹈 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由于它们的微小尺寸 纳米材料 可能会对环境和健康 产生潜在影响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 如何在享受纳米材料 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确保我们的安全 最后 我想用一个幽默的比喻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纳米材料 就像是微观世界的超级英雄 虽然它们身材娇小 但却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只要我们好好利用它们 未来的科技舞台 将会更加绚丽多彩 希望大家在这场纳米之舞中 能够找到灵感 继续探索这个微观世界的奇迹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自愈之力 自修复材料的未来科技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个 既神秘又充满未来感的主题 自愈之力 或者说自修复材料的未来科技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手机屏幕 能像超人一样 受了伤却能自己愈合 那该多酷啊 不过 让我们先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在不久前的某个科学实验室里 研究人员正在测试一种新型的自修复聚合物 这种材料的特点是 当它受到损伤时 能够自动释放出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 促进材料的修复 于是 研究人员决定进行一个小实验 他们用刀片在材料上画了一道口子 然后静静地等待 几分钟后 材料开始发生变化 裂缝慢慢地愈合 研究人员们惊讶地看着 心中不禁想 这不就是现代版的自我修复吗 不过 当他们准备庆祝时 突然发现 那道裂缝不仅愈合了 还开始冒出一点点泡泡 原来 这种材料在修复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让它看起来像是在打嗝 于是 这个实验室的气氛 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自修复材料的潜力是巨大的 但在实际应用中 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那么 这些材料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 自修复材料的基本原理 是模仿自然界中的自我修复机制 比如 人体的皮肤在受伤后会自动愈合 这是因为我们的细胞能够快速再生 而科学家们则试图将这一原理 应用到材料科学中 开发出能够自我修复的聚合物 金属 甚至陶瓷 这些材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从航空航天到电子产品 甚至是建筑材料 想象一下 未来的飞机机翼 如果能够在遭受小型撞击后自动修复 那将大大提高飞行安全性 而在电子产品方面 手机屏幕如果能够自我修复 消费者将不再需要花费高昂的维修费用 这对于我们这些手机依赖症患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福音 不过 这项技术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 如何提高修复速度 增强材料的耐用性 以及降低生产成本等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未来的自修复材料 或许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总之 自愈之力不仅是科学的奇迹 也是未来科技的一个重要方向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新 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当然 记得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 保持幽默感 因为谁知道 它们会不会在某个时候 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了三个令人兴奋的主题 水晶般透明的超透明材料 微观舞者般的纳米材料 以及拥有自愈能力的自修复材料 每一个话题都充满了未来感 仿佛在为我们展现一幅幅科技的美妙画卷 在我们的分享中 我提到超透明材料不仅能让我们的窗户更清晰 还可能为医疗和通信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纳米材料则以其超小尺寸和独特特性 展现了在抗菌 强度和导电性等方面的潜力 而自修复材料则像是科技的超人 能在受损后自行愈合 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无限可能 深入分析这些主题 你会发现它们的未来应用 不仅仅是为了炫耀科技 而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这些材料的研究和发展 可能会改变我们对日常物品的期待 比如 想象一下未来的手机屏幕 可以自动修复划痕 那将会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而透明材料的出现 可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甚至悄悄窥探邻居的晚餐 当然 这只是开玩笑 当然 科学研究也有它的挑战与风险 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 我们也要时刻关注潜在的环境和健康影响 毕竟 没有人想要在隐形斗篷的背后 发现自己变成了隐形人的悲剧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大家一同参与讨论 你对这些材料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或者 你最期待哪种材料的应用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我们一起探讨 这个充满可能性的科技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